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看到我一直都觉得好开心喔 其实你一直是立着心中 而且其实我从小到大对你的印象是从武打明星 你不是从小就看我电影吧 从去年开始看你的电影 我所谓 我所谓 对 但是真的就是我对你过去的印象 一开始真的是武打明星 我超爱看动作片 从这个武打的过程 一直到现在简直是戏精级的人物喔 演什么像什么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机会 以前在拍武打戏的时候 就像很多观众像你一样 我超喜欢你的武打 所以我都没机会去演 变成一个刻板印象了 定死了在那个武打 然后所有一部戏里面 其实有给你演的机会的场口 我们叫小厂口还有大厂口 都不会出现给你 就是打打打打打打 就是剧本都是长这样 所以那十年其实感恩 他给我去成为一个动作演员 可是也害了我就是这十年里面的成功 让我后面没办法中间有机会去转型 所以他是给我很特别的一个感受 所以非常好的也和非常差的 人生就是高高低低嘛 可是其实你也是第一位 以动作片角色拿到影后的人物耶 是的 对啊 这件事情很不容易 因为通常人家所谓商业电影 或是类型电影 其实很难看得到演技 因为你可能焦点都在看别的地方 这件事情你是第一个证明了 是从此以后转变了 你开始演到戏剧类型的角色吗 可是因为我一生其实都是挺好运的 我拿了第一届香港的金像奖 其实是一个动作片 可是那时候刚好是我的电影 扭转了整个电影的气氛 因为那时候都是重男轻女嘛 可是我的那个电影长辈 是以女人为主题的 所以也是一个比较一类的一个电影 所以那个篇幅里面是有很多新鲜的东西 然后很大量的在打的部分 其实都有一点点给你演戏的机会 所以那个用动作片拿的真的到现在 还是没有第二人用动作片去拿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非常感恩 而且我刚刚讲喔 就我开头说过 慧姐拿过 我刚刚说至少有20个 就我们私底下在聊的时候 慧姐说那不止喔 如果你连最佳女配角 或者是最佳好演员的这种奖项 算进去 那真的你有想过 有算过 会不会有一面墙在家里 整个都是放各式各样的奖杯 是的 我家里面 两面墙的都是放奖项 两面墙 所以以前这么好 现在为什么变成垃圾 对 因为情绪的问题 所以把以前很多奖项我都丢掉 对 我都丢掉 就剩了一个金像奖第一届 那个奖项是收起来没看到 所以它是违辜 还在 要不我都全丢掉了 对 现在会觉得很可惜吗 现在很可惜 因为以前有很多 比如说媒体的十大的最受欢迎的 我都有四座 可是那个是非常漂亮的 可是因为从最受欢迎的 到后面是完全直直无闻 然后谁也不没关注你 那种心态那种 那种纠葛是突然受不了 所以一看到那个我都 受不了 所以就干脆先丢掉 干脆不要看了 就丢掉了 搬家的时候就丢掉了 其实我觉得洪姐是我们的骄傲 因为你这段故事 老实说相当启发人 而且你现在愿意这样子 很大方的讲出来 代表你已经早就过了那一段 非常低沉的心情 可是当时为什么会产生 这样子的情绪 其实 而且我知道很多演员很容易忧郁 其实我只能说鸡蛋呢 还是鸡 谁先不知道 只是说十年的光飞 可是在整体大环境的变动 整体都没有女生去动作片 或者是文艺片抬头 动作片衰落了 那刚好我是在动作片里面 最厉害的那个 所以那个是首先给淘汰的 我都说年头我拿着几个电影 年尾是谁也没有人找我 电话一个礼拜没响 那种害怕是多厉害 然后半年里面就断定 你是给淘汰的 挣扎了几年都没办法 所以那个忧郁症是 是否这样来的 还是因为我有忧郁症 所以我看整个事情都很负面 可是我真的 我为什么我要讲出来 是因为我也有这个病 是严加把我救回来的 所以我觉得是 我必须要用我自身 第一的那个自身的经历 去告诉所有人 其实忧郁症只是一个病 不要觉得自己丢脸 也不要家里面 或者朋友觉得他会传染 或者是觉得他丢脸 其实无所谓 你只要看医生很快就好了 可是因为有很多人 他觉得是丢脸的话 不想求救 所以事情才发得那么大 那当我自己好了之后 有一点能力的时候 我要求把我当成第一身 去给大家一个目标也好 一个项目也好 你都看看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然后我觉得事业是 只要你看通了 人其实年龄就是有这么多 就这么多 可是每天就是你的 你要做好 其实就是你人生 两脚一蹬的时候 你觉得人生没有白费 那我自己曾经放弃 然后上天在给我的时候 我觉得我每分每秒 我都要真实 不要放弃 所以就必须 必然 必然会有一个很好的回报给你 对 对 所以很多年轻人他们 有一点小挫折的时候 哎呀我放弃的话 怎么样 不要 因为下一天 下一秒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 现在宏姐姐整个人 是非常非常乐观的 你刚刚说被救了 是什么机缘 什么状况被救 三年好 其实我在五年里面 这前三年其实是很糟糕 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恨自己 基本上我家里面 所有洗手间的镜子 都要盖住 我不愿意看到自己 我觉得自己是垃圾 然后最后面去到我 基本上几个月 没办法出我的房间门口 是我的房间门口 不是家里面 严重成这样 起初还是五六个小时左右 才能够出门口 到后面是 几个月都没出我家的 房间的门口 只要我家里有人 我都在 在我房间 就躲在房间 对 我听到没有人的时候 我才跑下去 拿吃饭拿喝 全都一大堆 对 很糟糕 很恨自己 直接到有一天 忽然之间觉得自己 真的是垃圾了 不要留在世界上 去占入一个地方 那种念头很重 就自杀了 所以在做完之后 其实 不要是舍得还是舍不得 就打了一通电话 就把电话说完之后 就刮掉 就没办法再回到电话 找我 我的朋友 疯掉了 她很害怕就炸炸炸 那时候就找到我妹妹 我妹妹刚才在家 就冲上我的房间 就把我灌水 洗 压 反正就是这样 急救 急救 然后我抬头 醒来抬头 第一个看到我妈跟我妹妹 整体都没有在家里面 来不及了 因为都有一点小学问 都学了一点 其实去到洗手间 放的那个水浓头就擦 就灌水 马上灌水 马上压 这种过程 然后醒来第一眼看到 我妈跟我妹妹 整个都 因为过程很长 大概是一两个小时 他们说 所以他们不停地哭了 一两个小时 整个脸都像猪头一样 都肿了 那时候我又觉得 其实我一向都是很坚强的人 嗯 我不甘心给淘汰 对 所以我读了很多学 读了很多书 我去学了好几个专业的牌 对 我当时我学了一个治鸟式的牌 对 心里的一个牌也学了 因为我自己说 如果我有这个病 我现在能面对 我能理解 可是她会有机会再来 帮助别人 看看我的时候 我是可以有 有能力去控制她 嗯 对 然后如果我要想分享我的过程里面 可是我不能只分享我有病 我怎么办 我应该分享到我怎么去跟她合作 跟那个病合作 跟那个病相处得好好 因为有时候很坦白说 情绪病不一定是说永久治疗 对 对 她偶尔会回来 可是这种偶尔回来 在身体上的一个反差的反应 你会知道 所以我学那个并不是说我要去怎样 我不能 里面都是草包 嗯 对 对 我必须要好好的充实自己 让自己的计算性很好 你上的光彩要回来 对 因为你演员如果你都是没有记性 所有东西都是这样 观众会给你这种感受 会感受到 他们会相信你所演的那个角色 重视那个角色的心 我那个理解到之后 我学到很多东西 我在敲门 也是自己主动走出去 对 因为以前 然后再去接触 以前是很成功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保护你 所有人都是放你在手心里面的珍珠 对 所以都 都有一点小悄张 从来也不需要安排我自己 也是一个草包 那当然过程里面有这种 经历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是好 因为他用我的时间才五年多 他没有用到我二十年 如果用到我二十年 我就整体都没有 他用了我五年多 所以这五年多里面 是我最大的保障 我放在包包里面最大的保障 我懂得人生的专备 我懂得人生的包容 我那时候我放下我的心段 我去打电话 去看看有没有机会 在进电影圈 无论是小角色 还是小配角 还是五六线的小演员 只要是好 都先争取 对对 我那时候我会 之前我不会 因为之前 基本上我不拍 太多我不拍 我会这样子 因为我没受过任何挫折 可是现在 为什么你说 演这个妈妈很好 演这个妈妈你演得很好 其实就是因为我的人生里面 有这五年给我 也学会了眼睛要打开一点 不要看东西看得这么少 所以变成有时候我 会看一个事情的时候 不看表面 是理解到它里面 因为那时候 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有读心理 然后才会研究 当时这个事情 这个人物不是表面的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事情 没错 发生是因为后面的事情 所以这五年 其实对我来说 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 对啊 它等于是你的 演艺生涯中的养分 人生也是 没错 不一定是工作 人生也是 对对 对朋友也是 对家人也是 我现在突然可以理解 为什么后来慧姐 这么能够驾驭各种角色 因为也许你在那 非常忧郁的那五年当中 你可能感受过很多不同的人生 所以 包括我觉得这一次 翠丝里面的角色 因为这位 这位女主角 她也一度相当绝望 那个心情我觉得 因为我本来是想要问说 其实您一直到 您现在是单身 你没有当母亲 也不是为人妻 如何去揣摩这个角色 可是我现在大概可以理解 因为那一段时间 很多复杂的情绪 让你可以懂得这种 低潮人生的感受 人类五年是 确实是给了我很多 宝账 放在我包包里面 可是我本身也是 从小是在舞台上跳舞出来 才到拍戏 其实我那种不甘心 那时候那种不甘心是 我知道我最好的长处就是 我太了解我自己 我不会把自己 在这个位置 我非要要这种 我知道 我在这里 我都要这个 我慢慢慢慢上去 我太了解我自己 在我前面十年的时候 其实我看其他的剧本 看其他的人在演的戏 我知道我能驾驭得更好 可是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到后面再给我一个机会的时候 我会花很多时间去找题材 去找题材 我常常说 如果妈妈一个角色 如果你没有 没有这种感恩之心 没有这种 放你的心思兴趣 妈妈就只有一个 可是 如果你有真的尊重你自己 尊重给你这个机会 你花多一点 努力下去 其实妈妈有十万个 一个 两个亿都有 因为在世界上很多 不同类型 对 那以萃丝这部片 你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就像您刚刚讲的 妈妈有很多种 你怎么去拿捏 你应该怎么表现这位妈妈 OK 萃丝是比较接近我的 我的 跟你个性比较像 不是个性 是因为我是 很多朋友都是 我姐姐 我哥哥 他们都是京剧 我自己也是跳舞 我很多朋友是 乐剧的大老官 所以我认识他们 刚好是 他们设定是 我是一个大老官 那好了 大老官其实就有一点 很明确的性格 就是他们会 很要面子 很要排场 对 当 因为他们要这种 心态的培训 才可以压到台下的观众 对 来呼应他的成就 所以在私人生活上面 都是会有这种 你了解一下都会有这种 然后都是大老官的一个拍头 对 所以这次生活中也是会这样 对 都有带着这种 在你的家庭的环境里面 有这种 老官觉得是不对的 丢你的 他死都不肯 会给外面的人知道 所以在催心里面 这个安儿就很适合这种 处理所有戏份的部分 比如说我跟老公的那个 摊牌的那场戏 要求他不要离开的时候 我的对白就是说 135 你做你的 对 你躲起来 26 你回来帮我做一个戏 让外面的人知道我 还是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要不我都没面子 其实这种是很基本的 百分之八十 都会出现 这个 这种性格 在老官上面 哦 所以这个角色 并不难揣 他回不回来 和我等一等他 根本是两样东西 是不是觉得我老了 追不到潮楼 我只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思奶 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重点的这场戏 摊牌的这场戏 听说其实过程中的表现方法 您是有经过不断的讨论 然后最后我们看到的版本 其实是你想要做的 但是他可能跟一开始导演要做的不一样 对 也一开始 可能因为导演也是第一次跟我合作嘛 也是一个新的导演 第一天是第二天拍 第二天就直接进入重点 我的部分第二天就进入这个 第一天是很简单的很随意的 那第二部分就是在这个 就直接到重点 对 那去到现场的时候 做一个很 这个做的这样聊天 说那场戏 我觉得如果那个现场环境那么有一点 古老老的 然后这个也是老官 这个是老区的演技老板 做整个事情都很久 对 那如果用这种背景 用一个新的方法去演 那我觉得会有一点接地气 所以去到那我就跟导演啊 苏琪啊 然后把黑仔拿过来 我说用整体的一个方法 我就是不要演 不要演 我不要演 我用真实的那个感受 就在这场试园 不要去setting 我坐在那边喝个茶 我不愿意 我不要这种演 我说没有演的套路的方法去演 所以当下我们大家看到你的崩溃 对 所以你看到是hand carry 那个机器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会去反应 丢到哪里或是怎么样 所以就这个是 所以你是整个人真的尽用那个情绪 很自然的反应出来 也没有彩排的 彩排是给摄影师 就是说我在这里啊 待会我在这里 不过我不知道是怎样 你会做什么事 那你 所以它会有灯关 打到这边 所有东西我们大概是在这里 然后整体到底会做什么我不知道 大概是整个位置都在这里 哇 对 因为这样 其实对我们两个演员来说都很好 因为现场的真实的那个情绪 进去的时候 真实的那个动作 身体的语言 那种 对 都会突然之间变 所以黑仔也是 对 突然之间变 所以黑仔也是 但是我跟他讲完之后 我大概会是这样 可是我什么样 我不知道 可是你也不需要去管我怎么样 反正我们都顺着走 很自然的对应 你有什么东西 我其实就是安儿跟trace 我现在懂了为什么 我当时的感受这么真实 因为其实人在崩溃的时候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果然就是 对 就是没有演技 再去演就好 对 但我觉得这样 这件事情很难做到是因为 你们并不是照着时序去拍的 就像刚刚慧姐讲 你这第二天 你第一天只是拍一些其他的 比较平静的戏 第二天就突然进入这个高潮 而且你必须要进入这个角色到 已经到他很后面的发展了 那你用说不能够先re剧本 然后没有先讲好 就是很自然的去发声 你只要抓到 你只要抓到安儿 你进去安儿整体的人物里面 其实你不会知道我慧弘下五分钟会怎样 我知道我下五分钟要做一个违访 可是人家跟我对的话我不知道 但是我怎么样去回话我不知道 可是我还是慧弘 那就是等于说你离好了安儿 你进去了这个角色 其实你不会因为第一场先拍 然后第二天拍100场 那个场次你会跳 我应该会跳 因为那个就是整体你进去那个安儿 那你在进去那个角色之前 你有没有要做一些仪式 比如说可能先一个人静静 别人都不要来吵你 有没有一种你的习惯 没有 就是很自然的看剧本 他们都没有 就是细经了 我在工作 现场我不看剧本 因为看了已经是太晚了 对你要做的应该是开工前的好几天 已经应该做好的事情 你在现场才做会否太晚了 对 所以我现场很少能拿剧本 什么感情戏我都会躲起来 或者怎么样 没有我就像现在这样 所以前一秒钟还跟大家这样 有收有效 或一秒钟立刻进入翠丝这样 也可以 真的啊 也可以因为 你站在机器很自然的 对可能我太长时间的是 好专业的 只要我在那个 认真拍戏那个范围里面 也绝对不会稀稀 就是不会玩啊 就是那个人就是那个人 其实从头到尾都在角色里面 然后你还在 哦 我觉得不会 早就很人心地进入这个角色 对 比如说现在是 我们拍的范围就是这个沙发 对 进来这个时候就是那个角色 那我一去外面就是我自己 哇 而且其实刚刚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 慧姐有说 真正在拍戏的时候 你连摄影机啊 灯啊 或者是连摄影机 都看不到了 不会啦 因为 因为那个不是在你的 这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其实很多都是 有时候会 突然之间有闪啊 那你醒也醒 你肯定已经不在那个角色里面 因为你在那个角色里面 基本上 不应该有灯光在闪 对 对 所以就不一定 不会出来 我们叫出戏 没错 不应该对 你进戏之后 你应该在戏里面的那个部分 而不是在 我看到机器 我看到灯光 或者怎么样 有人跑啊 有声音啊这种 不会 哇 这真的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收放自如的情况下 你就已经没有会被外界干扰的困扰了 可能真的时间太长 有时候会 有一些的采访啊 清谈啊 有时候要看着机器去 譬如说这样看着机器在讲话 反而我不习惯 因为我们演戏是不需要对着机器再演嘛 对对对 十万分之一的机会有时候会对着机器去演 所以这种方法有时候我们反而会跳出来 对会跳出来 我也要顾一下我们动作片迷 有没有机会再看到红杰演动作片 其实我拍完Mrs.K 我就说我不再拍我的动作片 因为我十年我最大的尊专就是我拍动作片 比一般演的所谓的动作片 我的吸力程度是很高的 那现在有时候你会 我会看到我拍会跑啊摔啊轻微的一下两下这种 对我来说它不是动作片 我的动作片是我必须会有突破 然后可能会受伤 这种我绝对不会拍 因为我现在爱我自己 当然 对对对 好 谢谢你会见 刚才那个老鸡蛋 你吃吧 大鸣哥 你不喜欢女人的 我不是机器 我没问题 我们两个都没问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慧英红 崔是这个好电影 来向大家推广 我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得到你们的掌声 因为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